欢迎回来发达港帐的时间家 创新美嘉宾是要财政券的分析员王伟豪 Wafi Wafi 你好 Wafi 你好 Wafi 看看大事表面 恒指升398点 去到22,796点 期指方面升381点 高水11点 去到22,808点 国企指数方面升294点 现在升301点 去到12,877点 下午回来市场做得相当不错 两点钟的时间成交额都要超过500亿 后市都好像有点力 是否看到反弹势头相当良好呢 暂时看起来 最后看的确反弹的明显性都有 但至于是否能够确定升势重演 我觉得仍然有关键的问题 就是看今天收市或未来 即是短期内如何去走 因为现阶段22,800点 刚刚刚略高过250天 因为今天早上大家估计的 看250天线能够完全修复 或者站得稳 因为这个位置刚刚22,720点左右 现在刚刚距离高过了 即是今天收市前 能够站稳这个位置之上 我觉得对后市来说 都会有点利益 但相反 如果你说今天收市前未能够站稳 或者明天来说 都不能够升穿之后继续站稳 都会初步看到250天线 可能都会有阻力在那里 再加上来说 如果只从基本数看 的确近期回来的原因 当然在欧洲方面的问题 就略略舒缓了 但整体上 我仍然觉得始终未完全解决 或者美国方面 虽然上星期出的零售 PMN数据又好一点点 但你说是否真的完全改变了 或者怎样的话 我觉得仍然需要观察一下 因为此外来说 今天星期虽然会出一些 比较大家关注的就业数据 虽然整体上可能对整个大市 没有太大实息影响 但我觉得整体上仍然 適宜 观望一下为主 先看今天收市 能够找250天线流上 才能够判断 市是否差不多转勢 好 谢谢 另外不如看内地股市表现 上证组合指数升45点 去到2804点 湖深300指数升62点 去到3111点 深圳城市方面升220点 去到12398点 三大指数的升幅 介乎1.63% 至2.02% 看到上海股市重上288点 这个心理关口 其实内地股市的情况 是否跟港股都差不多呢 如果内地股市方面 最主要看的 当然是大家的市场上 都会看紧缩检测问题 是否是继续收紧 还是有继续放缓的势头在 因为如果你说看的 当然都会见到 虽然现在都是一个未知之数 但整体上 为什么近期内地股市 叫做见底回升幅这么多 最主要一来 当然是之前 温总的一些说话 就是言论上 都会令人感觉 可能中国官方都不想自己中国的经济 是叫做硬质禄 甚至乎你会见到 刚刚上星期未出的 一些中国的非济质禄的指数来说 虽然仍然比之前个月 或者是一个累率的低下来 但整体来说 我觉得不算出得太差 基本上来说 这样的话 一个叫做 始终仍然高过50 未至于有个收缩即将出现 再加上来说 始终累率下跌了之后 可以见到的话 都会知道 未来也会预示 可能中央方面 那个叫紧缩政策的力度 有一个叫做减慢的速度出来的 所以大家可能都会比较乐观点 去看这件事 变成会觉得内地有机会叫做软着陆 而不是之前大家在害怕的 硬着陆 甚至是其他一些因素 所以令到整个内地股市来说 特别上证来说 叫之前 站稳20天线流程之后 继续的升势 今天都更加明显的 因为即是未来的话 我觉得短线 都仍然可以叫做看高一线 或者叫做看得好一点点 因为始终来说 除了刚才说的基本因素 可能有些叫做转回好意味之外 也都见到技术指标上看 其实今天来说 刚刚的移动平均线 以上证为例的话 刚刚的10天都升出了30天线 也都形成了比较好一点的黄金靠差 所以我觉得整体上 都仍然可以叫 然后再有机会再升多一线 好,谢谢 另外,不如看看本港股市水泥股的表现 今天做得如何 安徽海螺方面升超过半成 升1.9毫半到38.3毫半 中国建裁升了接近半成 升7毫2.15.98 另外,华丽方面升超过2% 升1毫7.7.49 而中裁方面升了接近2% 升1毫1.6.48 今月方面升了接近半成 升5毫6.12.16 另外,亚洲水泥方面升超过4% 升2.8毫6.38 双水水泥升了1毫4毫9.13 西部水泥升了半成 升1毫4毫2.94 台泥方面升超过3% 升1毫4毫4.45 看到今天水泥股做得相当不错 其实头半年来说 有几只水泥股都是跑赢大事 会否水泥股都是下半年的焦点 如果你说现在刚刚过了半年 整体里面,如果你看到 刚刚头半年来说 整体的水泥股 比如中建材等等 相对来说都叫做 派人大小不特地 兼施来说的升势是非常之厉害的 如果你说,当然大家看的 始终都是几个因素 之前一直都会说到的 比如保障房 对水泥的需求 甚至水泥价格都会觉得有得升 几个因素夹集之下 都会令整个水泥的板块 是有得炒上的 再加上来说 大部份的水泥股 比如安法海洋这些 都会有个相对的 送红股 或者等等的一些 叫做 就是 回馈股东的一些政策出来 所以整体上 都会是一个 变相 看得挺好的 就是叫做 方向去看回 虽然以股价来说 都有一个这么明显的声势 但是如果下半年 是不是还看得这么好呢 或者怎么看的话呢 我觉得某程度上 都仍然可以看得挺好 但是如果你说 这个声势 会像头半年那么明显的话 我觉得就未必会有的 因为始终来说 譬如中建材 都叫做头半年来说 升了成七成那么多 下半年 能不能再升七成那么多 那的确就比较难一点 因为如果你说 基数变得这么大之下 再升了七成的话 其实就变得比较夸张一点 所以我觉得 正在上面 虽然 都会预期下半年 无论保障 投放力度 或速度 都会加快去追回之前 那些 叫做落后的一些限额 甚至乎你说 上来价格 都会见到近过月来说 又再有个回暖法迹象 再加上来说 始终在香港上得市 例如安法区或中建材 都是属于较龙头的 大质一点的位置 始终都会受惠于 一个行业整合 或者淘汰的一些 产能或性的问题 对他们来说 相对都可以受惠 所以整体上下半年 我觉得都仍然觉得升 但始终来说 升势 可能就没有上来 那么强劲 但是仍然觉得是 跑完整个大市 好 不如看看个别的股份方面 刚才也说到 两只跑得最赢的 最美的就是 中国建材和安徽海螺 另外 看看头半年来说 做得比较好的股份 还有华润水泥 在水泥股方面 看到头半年 升了超过2.4% 现价都升超过2% 去到7.48% 除了两只龙头之外 这只能看不看好呢 除了两只龙头之外 始终914和3323 这两只都叫做破坏 整个走势来说 破坏 再向上望的空间 的确不知 有没有都未知之数 但相对来说 一升一升华润水泥 可能就会在形态上 稍收落后 我觉得这只来说 仍然直播空间有在 因为整个走势图来看 始终仍然 刚刚形成了 类似一个中期的箱底形态 如果能够在短线里面 升约大过7.70元 这些位置的时候 都会觉得 仍然那个上网空间 可以叫再建8元 留上水位都可以 所以如果要追 这一只可能是现阶段 比较值得去博的水泥股 好 谢谢 这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下一节回来 就是板块直击的环节 Wafi 会继续和大家看看 内地航空股的最新表现 和板块的最新动向 看看含指最新升397点 去到22,795点 其指方面升374点 高水7点 去到22,803点 国企指数方面升297点 去到12,874点 另外内地股市方面 仍然有个升幅在 三大指数 升幅介乎1.6% 至2.03% 下一节回来 再和大家见面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